主委好,現在國人消費這個豬肉大概一年是90萬公噸,那進口的大概是10% 那美豬是大概占1%左右,所以大概是1萬多公噸,農委會的資料 那如果明年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之後,農委會預估進口的數量會增加還是減少 看那個配套措施有沒有做好,如果明年全部我們的清儲標示做到,我們的台灣租標章每個餐飲業者交易場所都確定執行這個部分 那再加上我們全面的一個所謂的獎勵3000多所學校的這一個部分的話 我個人認為他進來的這一個進口的數量跟過去今年或者是前三年 你說從1月1號開始,因為你不可能立刻馬上把這些做好 那你現在給我的台灣租標章,你說明年12萬家商店目前只會有1萬家可以開始做 所以離你的第一階段到你全部做完,到這些大家安心等等 我預估至少也要花上一年的時間,那在這段期間之前 到底美豬進口的量,您預估在1月1號開始的這一個月是會增加還是減少 跟委員報告,絕對不會是只有1萬多家來申請台灣租標章 絕對不會是,我先說進口的量到底會增加還是減少 我期待會比之前的量還減少,這是我們的期待 期待跟實際的狀況是不一樣的,我們當然希望減少啊 問題是實際上它會增加還是減少 我們評估 那 評估的這一個,對整個國內的衝擊是有限的 第一個,第二個 所以你們評估到底進口的量會增加多少 我不要拿明年一整年,我拿過去未來5年的分析 我就拿未來5年到底會不會增加 我坦白講依照韓國、日本的案例 但它一開始開放的前面2年,反而是進口量下跌的 我不能講台灣的案例因為還沒有發生 我就舉韓國的案例跟日本的案例 主委,我們現在要做負責任的政府 還沒有發生之前我們要先預估 到底進口量會增加或減少 我現在就在跟你講預估 所以我用日韓的案例給委員 所以你認為台灣明年開始 我們進口的這些美豬 尤其是韓萊克多巴胺的等等 這些量是增加還是減少 就以明年來講,到底是增加還是減少 我用日韓的案例的話,認為不會增加 所以你認為會減少 會比現在的1萬多公噸還要再減少,對不對 就不會增加 對,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這些1萬多公噸要去管制它的去向 是比較容易的 相較於我們現在國產豬 一年如果說90萬公噸來講的話 80幾萬公噸來講 你管理那80幾萬公噸 跟管理那1萬多公噸 哪一個比較容易 當然是管理那1萬多公噸 我也不是這樣解釋 你要讓民眾安心 就是從進口的源頭去做管制 這是大家期待你能夠做好的 可是你現在的台灣豬標章 變成說致失1分 你沒有辦法全面的讓大家安心 因為你現在所申請的狀況 如果12萬多家 你沒有辦法立刻的去完成 這樣子的一個標章的彰顯 那大家只能自求多福 甚至可能會出現各個商家自己去做標章 然後自己去張貼狀況 這樣子的亂象要持續多久 所以農委會到底什麼時候 能夠把從源頭管制 跟大家所認為的這個標章 能夠完全的去達成我們的目標 那你那個源頭進口管制 是要由衛福部這邊來回答 我不適合幫他們主動來做說明 衛福部食藥署不是也有來嗎 沒有 今天全部都是農委會 好 沒關係 那農委會 那第二個我要特別說明 就是像您這一張的表 我們做壽源 做產銷履率 做CS 已經高達88% 所以其實反而在國內裡面 我們更深具信心的是 只要相關的餐飲場所 用我們的國產豬 我們更容易可以來追溯到它的產地來源 所以現在主委大家問的就是說 所以只是增加的是那個11.6%裡面 它屠宰完去做分切 要做所謂的豬肉加工品的部分 如果按照衛福部 這時候加工品就會出現兩種 一種是有包裝的 它包裝上面的標示 就要標示產地來源國 那這樣這個部分就做到了 那另外一個散裝的部分 農委會才會去跟衛福部 我們會去協助它 在散裝的部分怎麼執行到位 這樣的話就可以完成拿到 我們認為國產的金屬標示 所以我們先講這一個就是說 台灣豬的標章 現在我們現在商家有12萬家 那你大概什麼時候 你預計說這個12萬家 它可以完成申請 11月 可以完成申請 並且全面的標示 所以明年 12月開始標示示範 所以1月1號前這些12萬家的商家 都有機會全面百分之百的標示完成嗎 沒錯 那第二個就是說 現在大家擔心的就是進入到加工的市場 或者是說小攤商 這些夜市的攤商 這些沒有商業登記的這些攤商 那如何能夠確保它的標示 這個部分農委會怎麼做 第一階段如果12萬家很順利的話 第二階段立刻再啟動 所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預計是什麼時候 衛福部清楚標示裡面 讓消費者可以更清楚的使用 所謂的國產豬的一個標章 這個是所有的養豬的協會的理事長 跟豬農的建議的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裡面希望 擴大越來越多的時候 消費者才有辦法去清楚的一個認識 但是衛福部的清楚標示 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他公告的兩個辦法 豬肉跟豬肉的加工品 不管在餐飲場所 交易場所 全部都要清楚標示 因此您剛問的這個問題 衛福部絕對會去執行 所以未來大家會問說 到我們消費者 他到這個餐廳裡面去消費 有了台灣豬的標章 他可能是說他的產地來源 他有進口這個台灣豬 可是大家問說 那如果他同時也進口了其他的豬肉 混沖在一起 上了這個餐桌之後 這個部分我們如何去積查 如果他是用我們的標章 他就必須要百分之百 全店都要用台灣豬的產品 這個由農委會負責 我可以保證 因為他們要提供相關的資料跟切解 什麼資料呢 比如說你今天到一個日式豬排店 可是現在大家問就是總量管制 你這家店我進口的台灣豬可能只有10公斤 但是我可能賣出來的是20公斤 那另外的10公斤的豬肉從哪裡來 這個可能如何去勾計 農委會有這些資料可以去比對嗎 我們就是有這樣的一個資訊系統 他將來填寫他除了店家之外 他還要再提供他的上游的 到底是跟誰供貨人是誰 供貨人其實我們透過我們剛剛講的八成多的壽源 我們就可以查得出來 他到底是去哪裡拿豬肉 再加上 衛福部那邊有所謂的揮登不可 揮追不可的這個 發票的這個資訊系統的 double check 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有沒有所謂的 我自己用10% 用一半的國產一半的國外 這種情勢我會被我 如果有很快被我們抓出來 而且我要特別說明 這個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就符合衛福部裡面所謂的標示不實 標示不實如同陳時中部長講的 要罰四到四百萬 對標示不實是罰四到四百萬嘛 是落差蠻大的 那我們現在是有建立這個崔少人檢舉人的獎金 可是四萬到四百萬這麼大的落差 他的標準在哪裡 衛福部會定一個才華基準 就像我們當初在 針對揮塑豬瘟 如果攜帶偽禁的這一個 弱品弱智品進來的話 最高花到一百萬 那我們第一次才華基準就定二十萬 第二次就一百萬 衛福部會針對規模 我講的規模就是營業的規模 比如說你的小吃店 跟你的大餐廳 那或者是食品業 規模不一樣的時候 他的才華基準就會不一樣 那當然規模越大 才華的標準就會越高 對 所以我們現在問農委會 就是說我們貼了這個台灣豬標章之後 就代表說是一個公信力 政府的公正的保證嘛 對不對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餐廳 他就必須要百分之百 使用台灣國產的豬肉的產品 沒錯 一旦有混沖之後 不是開閥可以解決 因為他可能造成政府公信力破產的問題 所以我們才希望說 從源頭的管制 我們就可以完全的去勾計 包括農委會 包括衛福部 如何在這個部分能夠 這個合作無間 從源頭開始 因為剛剛所說的 源頭能夠進口的畢竟是少數 而這些少數可能才是大家關心 因為重點在於 含萊克多巴胺的美豬 而不在於其他的進口豬 而這些數量其實是有限的 能夠把這些有限的東西揪出來 應該是比較容易的 那大家要問說這些東西到底跑去哪裡了 他進口到台灣之後流向何處 這個部分可能會是大家未來比較關心的 那當然農委會希望我們的國產豬 能夠得到大家的這個 重視在美豬進口之後 大家能夠多使用國產豬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現在大家關心的食安問題 這個可能從農委會到衛福部 都要相互的合作 才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食安的把關真的做好 我們會去協助衛福部 雖然主管機關在衛福部 但我們如果清楚標示 跟進口的這個源頭的管理做好 對國內的養豬產業也會正面的 那我們未來大概會跟衛福部是這樣子 進口的這些 進口商的相關的資料 進口的數量 它的流向 也就是從所謂的邊境進來的 supply到頂面的整個通路 那我想衛福部這一邊 跟農委會會全力的去把它釐清楚 這樣的話就可以避免掉 就是說我們農委會如果只針對台灣豬的國產豬 它去做標示只管我們台灣豬 卻沒有跟農委會這邊的邊境的做勾基 或是比對的話 邊境是衛福部 那這邊的話就會產生很大的落差 所以就這個部分 是要完全能夠match 就是說 我們同時台灣豬也能夠去確保說 這家餐廳 它到底有沒有進口一些 其他國家的一些豬肉的產品 這個部分是能夠確定能夠做到的嗎 當然 而且這一定要做到 這為什麼當初總統宣布開放的日期是壓在明年1月1號 因為所有的配套措施都要在這幾個月內完成 那如果說照您所說 第一階段的這個台灣豬的標章 12萬的商家能夠預計在1月1號前能夠完成 那第二階段您預計什麼時候會起用 我們剛剛講12萬家是在11月完成 11月12萬的商家會全部有台灣豬的標章 那如果這個順利完成 所以明年1月1號所有的商家都會有 那小攤商夜市的這些 那個就是第二階段的部分 第二階段大概什麼時候會開始 我只要第一個階段順利完成 接著就會開放第二階段 那你不是預估第一個階段11月就會完成 對啊 所以這是目前預估的這樣的一個程序 所以夜市的這些商家大概有多少 你們說統計就是說這些沒有登記的商家 其他的這些業者大概有多少家 這個夜市裡面的這個我們經濟部這一邊 院長在那一天的行政會院會有要求每個部會 主管的機關要來配合衛福部做好所有的清楚標準 因為這個工程可能是更大 這個當然是很大 那夜市是經濟部管 而且夜市裡面還有所謂的合法的商家 跟外面的商家 好 謝謝 就是第二階段部分再麻煩 來敬禮一下 高委員 好 接下來我們